在树林里女孩看见一个与自己成为一模一样的人 忽然拔出了手枪 为什么会发生如此不可思议的事情 故事还得从头说起 眼前这座茂密的丛林市阿尔瓦里斯国家公园 也是世界市中人口最多的地方 然而诡异的事情却一直在这里发生着 女孩是一名护林员 今天是她独自来这里执勤的第一天 直升机将她送了滚 随后她搬上铁箱往巡逻站走去 由于地处偏僻 目前还没安装手机信号塔 也没有通电 房子虽然很简陋 但还算干净 收拾好床铺 她将手枪锁在了铁箱里 第二天早上起来 开始了她的巡山工作 一个人巡逻有些闷得慌 于是听起了收音机 里面报道说在这个国家公园失踪的人员很多 小孩子占多数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 都发生在花岗岩巨石厂机器附近 唯一的是 搜索过的地方没有找到失踪人员 当再回到同一地方时却突然出现在那里 而且他们的鞋子也都不见了 这时对讲机响了 回复时根本不起作用 她以为是电池不足 取出对讲机电池准备换新的 将背包找遍了却没找到 原来她忘记带了 起身离开时 却又忘了将就电池拿走 晚上她突然听见附近有声响 找了一圈发现是一头黑色的路 诡异的是对讲机突然响了一下 等她回复时发现里面根本没有电池 当她抬头时突然看见了男同事 同事说她银币包里有电池 于是她不得不跟他一起过去 聊天时同事告诉她 她做护灵员已经十年了 这也是她唯一擅长的工作 同事问她之前在博家公园管理局 为什么被下放到了这里 她没有直接回答 或许中间有些难言之意 同事也不再追问她 离开时同事将新电池给了她 两天的巡山结束了 她疲惫不寒地回到了巡逻站 打开铁箱她找到了电池 随后精疲力尽地躺在了地板上 洗澡时中途没水了 于是来到小溪里继续洗 晚上她在地图上标注着第二天巡山的路线 时间过得很快 转眼到了秋天 妹妹的身影总在她脑海里浮现 不管白天黑夜 看着地图上的标记 她差不多快将整个国家公园寻遍了 半夜她突然听到屋外有动静 刚打开灯 开门后男子一把抓住了她的纸 她让男人松开 因为她要把鞋穿上 没想到男子却惊慌地跑了 她赤着脚就追了上去 同时用对讲机报告这里的情况 音道哭叫声 她又往前追了上去 她的脚也扎伤了 领导告诉她 失踪女孩名叫萨拉 据她朋友说前一分钟还在拍照 后一分钟就不见了 接下来他们准备在附近区域展开搜寻 由于脚受伤了 同时让她留下来看守 以防女孩回来了 在萨拉的驾照上看见了她的照片 于是将她放进口袋准备去找她 她一边呼喊着萨拉的名字 一边四处寻找 无意中她却喊出了妹妹的名字 现在她已分不清是在找萨拉 还是在找自己的妹妹 喝了一口水 想让自己快点平静下来 不知不觉已经到了晚上 此时她听到身后有响声 回头一看见还是那头黑色的鹿 突然周围又传来了声音 随后她看见地上有件衣服 于是继续往前寻找 片刻后发现了一个女人站在前面 走近一看原来她是萨拉 只见她双手满士气 看上去精神恍惚 下体也有很多血迹 随后惊慌失措地上前抱住了她 领导表扬她做得不错 让她周末时去见她 有些事情要跟她讨论一下 并要她待在巡逻站 因为这个赛季的工作时间结束 要她近几天收拾好行李 等直升机过来接她 看着墙上的地图 又看了看手里的驾照 此时已经把领导的话放成二边风 打上手枪后就出发了 也因为她这次的任性 接下来将碰到一系列的诡异事情 差点让自己永远回不来 来到之前找到过萨拉的地方 她想知道她到底经历过什么 随后搭帐篷住了下来 对讲机的嘈杂声将她吵醒 于是就将她关了 这时她又听到了声响 此时她看见一个人影躲在了帐篷后 走过去又消失不见了 吓得她赶紧躲进帐篷 片刻后外面又出现了一个人影 她赶紧把手枪拿了走 关掉的对讲机却突然响了 红氏告诉她 在她的区域有人需要帮助 怎么受伤了 喊了半天没人应她 这时对讲机又响了 红氏问她找到没有 她回复说自己可能遗落了 明明才离开帐篷没多远 却突然到了几英里外的湖边 此时对讲机里却传来了妹妹的声音 瞬间吓得她摔倒在地 脑袋里也出现了妹妹的画面 等她醒来时已经是白天了 因为摔倒时碰在了石头上 起身后感觉头晕目眩 洗个脸她想让自己清醒一下 回到摔倒的地方 她找到了对讲机 此时一个女人从她背后的树上爬了下来 走过去她发现树上有血迹 唯一的是萨拉却从树后走了出来 她不相信眼前的一幕是真的 因为萨拉早已被直升机接走了 为什么现在却突然出现在这里 这时妹妹又在耳边跟她说话 惊慌的她忘记拿对讲机就跑开了 突然她发现熟悉的芬利夫妇俩在前面 于是她赶紧上前打招呼 而对方似乎看不见她 芬利先生也没发现她的存在 她开始有些不知所措了 深呼吸想让自己冷静下来 这时她突然看见了一个同事 于是连忙追了上去 接着就发生了视频开头那一幕 一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 确举枪杀了芬利夫人 唯一的是 她还在树上发现了一张寻人启事 上面竟然是自己 随后又看见树林里贴满了 不同的寻人启事 其中还有她之前的一个老布林员 接着又看见了妹妹的寻人启事 正在她惊讶不已是身后又传来的声响 走过去一看 竟然是芬利先生正在吃尸体上的组织 吓得她赶紧逃离限量 随后不停地呕吐起来 画面一转 芬利夫妇俩又活得好好的 她上前准备开枪 但实在下不了手 看着夫妇俩有说有笑的离开 回到湖边她找到了一张地图 拿上地图就上路了 诡异的是 没走几步她的巡逻站出现在了影前 门口还放着一只妹妹的鞋 之前的场景又浮现在脑海里 看着妹妹的鞋 妈妈碰不出气来 护林员告诉她妈妈 鞋是在50公里外山上找到的 打开小屋的门 里面却瞬间变成了自己的家 墙上挂着妹妹和她的衣服 地上还有一双鞋 完好无所地放在那里 摸着熟悉的编织画 墙上还挂着一家人的合照 客厅里妈妈也在 还有妹妹和自己一起在用餐 这时录音机里传出了声音 说她妹妹没有泥路 是被带走了 走进房间 发现妈妈正在撕扯手上的皮肤 再打开一扇门 教堂却出现在了眼前 棺材里却躺着那头黑色的鹿 这时妹妹又出现在门口 于是她立马追了上去 她不敢再往前 转身后却发现已经变成了一堵墙 瞬间她惊口不安 无奈之下她只好打开了那扇门 里面是个洗手间 随后目睹了父亲自杀身亡 她仓房地跑了出去 惊魂未定的她突然发现房间又恢复了 这时妹妹也出现在她面前 她又追了上去 来到妹妹房间里面都是水人的 说完妹妹就消失了 走出房间却意外碰到了老护林园 一声尖叫后也不见了 最后她发现自己在湖里 这时领导突然来到她面前 她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 领导说 不是因为你碰伤了头 而是他们就住在这里 之前经常有人找她 说在树林碰到一些奇怪的事情 她已经给了他们很多 娶下妹妹的心 接着她又非常自责地说 她很厚补 现在 她不会让他们带走她 希望她做一个好的护林员 转眼间她出现在了湖里 这时她又看见了妹妹 哭着说不会再离开她 等她露出水面 妹妹不见了 而同事却出现在了岸上 随后她赶紧跑过来 将她扶了上去 接着用对讲机呼叫救援 在会议时她看见了 领导的巡人启事出现在了墙上 不久后她又回到了巡逻站 继续她的护林员工作 不同的是墙上 却多了一张巡人启事 此时对讲机响了 说有个人在她附近失踪了 回到站里拿上 失踪人员的照片 她就出发了 很快她找到了 照片上的那个人 随后她却转身离开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